将最后一根钢梁升起到位 不让台积电日本雄奔厂专美鱼钱 台积电另外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的第二家金圆厂 也迎接了封顶 异味建举物的主体结构已经完成 台积电更po文表示 一场有望在2025年上半年开始生产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厂落后就是已经落后了 2025年的时候 亚利桑那州厂它的最先进的制程 应该是5奈米跟4奈米 台积电的一个最新的制程进度 应该是2奈米制程 无论是苹果或者是说像AMD等大厂 应该还是会选择2奈米制程 劳资文化冲突 加强政府补助指纹楼梯响 也让这个台积电最早在2020年5月执行的建厂计划 不停卡关 反观日本厂虽然顺位排在第二 在隔年11月才宣布建厂 但仅仅花了一年8个月就完工 按照进度能在第四季开始 每个月量产5.5万片16寸晶圆 比未来每厂的一个月2万片还要多 日本政府对于台积电方面的一个需求也大力的配合 跟美国相比的话 台积电跟三星到目前一毛钱都还没有拿到 在工会的运作下 然后又不准许台湾的相关的有经验的建厂工程师前去协助 即使是有功夫但是也无从发挥 分析师认为日本政府与企业紧密合作是欧美国家短时间都难以复制的 计划感不像变化 也让台积电赴美之路得再加把劲 并且使用吕洲云护兇恩太暴斗